郭松霖兵霸被杀之后 如何处理郭军反凤善后问题呢 成了一个焦点 1925年12月29号 张作霖在大帅府办公室召开了凤级黑三省 军政善后会议 会上张作霖大发雷霆 将矛头直指妻子张学良 责难张学良是养虎一患 张学良一时被推向了风口浪尖 此时的张学良年仅24岁 在凤系军中的声望与影响 远不如他的恩师郭松霖 他与郭松霖特殊的师生关系 在凤系军中无人不知 无人不孝 尽管郭松霖长期担当张学良的副手 但实际上一直替张学良代行权利 甚至有人说 郭松霖是张学良的灵魂 因此张学良被其父张作霖指责 养虎为患 一点都不为过 谁都看好他们俩之间的关系 是整个风景的一个人 两个星星 个人好的像一个人 由于郭松霖导歌时带领的军队 包括张学良所下的第三军 再加上他反奉初始 打出的导老帅 扶寿帅的旗号 郭松霖敢如此行事 张学良显然难辞其咎 当然对他的打击也非同小可 张学良这一生 招的最大阵就是郭松霖 你开始 以我的名义反他敌 你想呀 就这个事 他敌人不知道 就这个事 完了就 这同等对待 你想呀 这个阵咋招的吧 别说 张学良二所事 他二四五事 就招这大事 他妈就我呢 六七岁老头子 就这一劲 他也受不了这种折腾 这战话 那咋 咋去对付母言呢 咋不弄 也正是这种复杂的情绪 将张学良推到了一个尴尬的位置 作为父亲的张作霖 此时心情也异常复杂 郭松霖倒戈事件 在奉系军中的震动与影响 可谓前所未有 而统帅的身份也迫使他 必须就此事向奉军将士 做个交代 说张作霖 当着张作想想去 大骂这个张学良了 大骂张学良 怎么骂 骂的难停机了 这个 开始就说 说这个昌英坏子 军阀处装 他叫昌英坏 你把小丁拿了给我蹦了 逼了他 他当然想做给人看的 这个没有疑问的 是做给人看的 但是呢 他也想 也想给大家个交代啊 这么大个事件 咋没有交代吗 但是呢 不是拿回来 把他要抓回来枪毙的 那肯定是做戏了嘛 今天的人们 已经很难准确体会 张作霖当时的真实意图 但无论如何 此刻 他都将自己的亲生儿子 事件的主要负责人张学良 推上了前台 作为大帅府里的长子 张学良从小被父亲张作霖 寄予厚望 他渴望儿子长大成才 成为其接班人 实现张氏家族 对东三省的长久统治 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 张学良从小就受到附近的 友谊栽培 1910年张作霖剿灭盟匪 时任东三省总督的许史长 准备上报朝廷给予家将 张作霖却表示 不要家将 如果可能 希望能给妻子张学良 讨个封号 于是皇恩浩荡 张学良因此得到了刚刚登基的 四岁的宣统皇帝溥仪的封号 郎中贤家五级 此时的张学良 年近十岁 这是一张张作霖同儿子们的合影 在照片中 张作霖特意为孩子们 穿上了将军服 其妄自成龙之心 由此可见一晚 1912年 张作霖当上了中华民国陆军 第27师师长 四年后便升任奉天省独军 兼省长 尽管张作霖不断省迁 军务繁忙 但其对张学良的培植 却从未懈怠 在所有张作霖八男六女 十四个子女里面 应该说他最喜欢的 有这么几个 一个是张学良 一个是张学师 还有一个就是张学生 目前我们能看到资料记载 他比较喜欢这几个 但是张学师是后期 就是在张作霖的时代 因为他年龄还比较小 就是说只是在他的培养上面 那个张作霖花费了很多心事 但唯独对这个张学良 他是格外的器重 张家 张作霖心理上有什么 就是长子继承志 对 非常清晰 这一点上 他就是从家族的角度 是早已培养 从他的个人的 政治生命的角度 他希望儿子 可以继承他这种理睬 父亲的权势 大少爷的地位 使得张学良 顺理成章地成为 东北第一公子 我做梦也没想到当军人 我希望学医成为救人的一生 结果倒成了杀人的军人 那在1919年 原本是立志同一的张学良 他是遵从了父命 参加了东三省 他是张学良说 奔乡学医啊 后来学军了 奔乡教人学会杀人 我上了这一串了 他认为学军上了这一串 他为什么呢 由张学良那个 奉田的那么一个 难曼医学校 一个人叫医科大医 凡是个医 教医的那个学校 他就跟那个一个朋友呢 普莱特讲的这种事情 你看我想学医 那普莱特很支持他 这是个美国人 他是青年基督家伙的中感事 后来到那个陈英 他又讲说你撒乎乎的 你干嘛不顺着你父亲呢 他说他父亲 你教学军 我不愿干的 他说你应该顺着他 你说愿学军 他老人家肯定高兴啊 然后你说我要到美国去 他不更高兴吗 这样你到美国 你愿学习 他管着你啊 这个办法好 他有一天就当着吴姨妈 就收服人 说我也要学军 张学良 有高兴 有吃惊 恰封此时 张索林为培训在职军官 扩充奉军实力 重办东北讲武堂 并自认堂长 就这样 原本计划学医的张学良 作为炮兵科第一期学员 走进了东北讲武堂 买出了军人的第一步 这一年 张学良18岁 讲武堂这一年 一共考四次 四次考试 四次每次 张学良都是 都第一 这会儿 老板 反应是不对 第三次以后 就考那谁 就把教育长找来 上来 西夏 就西夏当教育长 你就找 这会儿 郭重领他们几个 重新出题 专门考 张学良 现出题 当初考 一考 因为张学良还得 张学良在东三省 讲武堂学习的时间 虽然只有一年 但却积累了 极为重要的军事与政治才感 也正是在这里 他认识了郭松林 并与之结下了 深厚的师生情谊 而恰恰是这段 令人感叹的师生情谊 最终 将张作霖父子 推向了两难的境地 郭军反凤 失败之后 对如何处理这一次倒戈事件 张作霖一度也非常犯难 因为这一次倒戈 让他猝不及防 但同时也促使他开始真正的反思 和面对凤系军阀内部 派心淋漓的斗争 如果说此前 他对新派与旧派 士官派和陆大派之间的矛盾 还只是睁一眼闭一眼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他必须要正视眼前的这一切矛盾 平心而论 郭松林当时的通电 也并非全是妄言 对杨宇廷 以及杨宇廷同郭松林的矛盾 张作霖是心智肚明的 郭松林和杨宇廷 已是被视为奉军内部的实力派人物 也是张作霖真正的左膀右臂 对于郭松林 尽管张作霖对其稍有常见 但无论对其能力还是人品 张作霖都还是十分信任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才放心地将张学良交于郭松林 而对于郭松林替张学良代行权利 张作霖也从不过问 而杨宇廷作为张作霖的智囊 受到赏识和倚重的同事 张也一直使其为心腹 张作霖当初打开东北的政治军事局面 在奉军中 既有小诸葛之称的他 可谓公不可不 也正因为如此 对于杨宇廷在奉军中的言语行为 张作霖多少有一些纵容 他可能是确实是点的多 办法好 大帅用起来非常方便 虽不能说是大帅原情既从 但是他说的话还有分量 所以他们感觉就深 有的时候张学良说的话 他爹也不赞同 在某种意义上讲 要照我看来 杨宇廷 张学良 张作霖 他更愿意 郭松霖兵霸被杀之后 如何处理郭军反奉善后问题呢 成了一个焦点 1925年12月29号 张作霖在大帅府办公室召开了凤吉黑三省军政善后会议 会上张作霖大发雷霆 将矛头直指其子张学良 责难张学良是养虎一患 张学良一时被推向了风口浪尖 此时的志愿有时提醒的风口浪尘 此时的张学良年仅24岁 在凤息军中的声望与影响远不如他的恩师郭松霖 他与郭松霖特殊的师生关系在凤息军中无人不知无人不孝 尽管郭松龄长期担当张学良的副手 但实际上一直替张学良代行权利 甚至有人说郭松龄是张学良的灵魂 因此张学良被其父张作霖指责 养骨为患一点都不为过 谁都看好他们俩这些人的关系 是整个风景的一个人 两个星星 个俩好的像一个人似的 由于郭松龄导歌时带领的军队 包括张学良所下的第三军 再加上他反奉初始 打出的导老帅福寿帅的旗号 郭松龄敢如此行事 张学良显然难辞其咎 当然对他的打击也非同小可 张学良这一生 招的最大队就是郭松龄反了 你开始以我的名义反他爹 你想啊就这个事他爹不知道 就这个事完事就同等对待 你想这个事咋着的 别说张学良二所事 他二四五岁就招这哪事 他妈就我们这六七十岁老头 不是就这一劲他也受不了这种折腾 这咋完 咋去对付母言呢 咋不弄 也正是这种复杂的情绪 将张学良推到了一个尴尬的位置 作为父亲的张作霖 此时心情也异常复杂 郭松龄倒戈事件 在奉系军中的震动与影响 可谓前所未有 而统帅的身份也迫使他 必须就此事向奉军将士 做个交代 他当然想做给人看的 这个没有疑问的 是做人看的 但是他也想给大家一个交代 这么大个事件 咋没有交代吗 但是你 不是拿回来把他抓回来枪毙的 那肯定是做戏了嘛 今天的人们 已经很难准确体会张作霖 当时的真实意图 但无论如何 此刻 他都将自己的亲生儿子 事件的主要负责人张学良 推上了前台 作为大帅府里的长子 张学良从小被父亲张作霖 给予厚望 把我献啥了 我还是再处理别了 就我恶哭 以宽厚仁义著称的张作相 之所以以这样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态度 依赖是他不希望奉袭内部再出现兄弟相残 更重要的是 郭松林所部大都为张学良嫡系 砍郭松林的手 其实就相当于砍张学良的手 在张学良的成长历程中 其足书张作相的作用不可小觑 张学良18岁残军 19岁就升任旅长 一路平步清云 在外人看来 这似乎是其父张作霖的友谊提拔 实际上 幕后的推手 恰恰是张作相 也正因如此 最懂张作霖心思的张作相 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 誓死要为张学良及奉军保孙实力 张作相的举动开始起了作用 现场的气氛逐渐发生了变化 大多数人都被张作相的痛苦臣子所打动 眼看情势急转直下 杨宇廷等人再也不好坚持 最终张作霖发话 一切善后交由张学良处理 其实张作霖不是朱连的策略 还是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历史学者金玉甫曾经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他说当时郭军主要将领都被绑回了奉田 张作霖一怒之下 计划把这些人统统处死 第二天文武百官召集在一起开会 讨论如何处置这些人 张作相则是极力主张不杀一人 再三劝说之下 张作霖采纳了张作相的意见 这个决定最终收拢了叛军的军心 也为张学良的上后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助理郭松林余部的任务最终交到了张学良的手上 这不仅是张作霖有意交给儿子的一个机会 其实也是对张学良的真正考验 私人一事 而自己呢却要戴罪立功 张学良的内心无畏大臣 年轻的张学良此时也明白 自己今天的这一切都离不开郭松林的扶持 他晚年口述当中对此仍然念念不忘 他说我过去作战时的成绩都是他 我过去打仗很有名也都是他 其实张学良早年和郭松林一起领兵作战 取得辉煌战绩的同时 双方呢早已经惺惺相惜 结成了生死与共的关系了 为什么呢 你要什么要求我都可以满足你 对吧 非得需要推翻吗 对吧 非得还自我意不仁不义之地吗 说他对这个张学良 郭松林逼他 翻他父亲来 他是不能接受的 他是不能接受的 后来说到这个程度嘛 他说我兄之我 逼不一次想逼啊 你不能这样来逼我 说我这个是万万不能接受 在恩师与父亲 在宫里与天伦之间 张学良最终选择了后者 也因为这一选择 这位年仅24岁的青年人 最终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在充斥着杀父弑军 篡夺谋逆的历史上 他写下了清白的一页 就说他这个张学良 很多新思想 也就是忠孝 忠孝 他对他父亲来讲 或者说他在救水生日 找死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张学良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他说他参加战争 一步为前 二步为前 三步为敌牌 那他为什么参加 开始是尊姓父亲的医院 他分界大 他不能不大 你的亲情 上阵父子兵 你怎么说把老朔 将位推张学良 但是因为他的儿子 我去年又到美国去讲学书 就看到他的一个大夫 就说赵先生 爷爷到死下 就哭啊 说今天啥事 我想家 我想爸 你想这个情况 和郭聪林 能想到吗 这也是郭聪林 反送的一个 失败的一个 原因 今晚关系怎么好 学生之关关系 但是父子关系 他还没考到 我来说 我们这个地方 订阅 我们的朋友 我来说 也订阅 咱们 这就是 我们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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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到 以前的大家感觉张学良和郭树林是一个合体 是密不可分的 可能有一些战功都是郭树林 可能大家都觉得虽然是他们两个一个是军长一个副军长 但是战斗可能都是郭树林直接指挥的 所以说那个功劳都记载到郭树林身上 而这一次是直接的张学良和郭树林的一种对峙 然后他也取胜了 就是说他已经让人家看到了他已经具备了这种独立的这种智慧才能 再一个就是说他能够虽然跟郭树林有这种就是私生情义 但是在就是说关键的时候 他还是能站在这个凤击这个整个集团的利益上 那个去处理这个郭树林反凤事件 这个也是服众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说此前很长时间以来 张学良都生活在郭树林的羽翼之下的话 那么此刻他开始真正摆脱郭树林 并独立地走到了历史前台 张学良也第一次从真正意义上为自己在凤军中树立起了威信 只是师生对局的最终结局是将恩师郭树林送上了不归一路 郭树林被杀 张学良未能阻止 心存愧疚的他最终选择用宽容来安抚郭军残暴 但是郭树林的死 张学良未能阻止 当时有几个人 然后就是跟张郭树林反凤的时候 一些就是直接的一些下面的司长团长 但是张学良早就谈话以后 虽然有一些表现得很激烈很坚决 但是事后呢张学良也都没有就是进行过多的那个没有处罚 有一个叫刘伟的自配高 刘配高 这个人就是比较有骨气 比较倔强 张学良说你为什么干这么不是人的事 来反对长官 这个人说有不是人的长官就有我的不是人的部下 其实这话其实这是骂他呢 张学良他这个也不以为我啊 所以这个人比较硬气 留下来说就是这个部队 你的部队还让你管 这个人他后来就成为张学良手下的一个汉将 他重新把这个队伍隆起这个过程中 心胸快 心胸大 能干大事 愿意跟他走 对不 他不是小肚鸡肠的人呢 你背叛过我 我就不能用你 他几乎全班都接受了 所以看这个人 就是心胸确实非常开乎 跟这样人干 没问题 所以就是不论是直接对郭熊玲而言 还是在事后的处置整个的东北级的高层领导 他都做得非常到位 所以这部队一切一下就上来了 这一切也正是幕后的策划者张作霖所想要的结果 为什么让他去做郭熊玲上后 当然那就是他有意而为之了 他也是确实需要树立张学良的这种权威 或者是说好人将给自己的儿子来做 关于这一事件对自己人生的影响 张学良后来也毫不讳言 他说 我真正在东北军中树立的威信是在郭熊玲反凤后 至此张学良真正树立起了奉军少帅的威信 毫无疑问 郭熊玲是张学良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 也因此对于郭熊玲 张学良一直心存愧疚 郭熊玲死后的第二年 张学良在赴饶汉祥的信中 还以沉痛的心情这样写道 梁与茂臣共事七年 一桶骨肉 其去东举世鲁莽 梁事前不能查访 事败不能援手 回忆前臣 痛到恶解 方氏之音 梁唯以自愧 而郭熊玲的离去 也确实是给张学良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张学良的秘书刘明久回忆说 他后来美遇不顺心的事 常自发感叹 如果有郭茂臣在 哪用我犯这一份难呢 而令张学良没有想到的是 很快命运就将再一次 考验他的成熟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